有多個團體舉辦慶回歸活動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說 合共有超過50萬人參加 眾聯辦主任張曉明說 中央支持香港依法普選的決心 不會因為所謂的全民投票 或者遊行規模而改變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慶回歸活動啟動禮 在天馬公園舉行 大會說今年全港有二百多項慶祝活動 執行主席鄭耀堂說 參加的人都是不滿佔領中環 今年我們會超過50萬人參加 反映了香港的社會 特別是很多市民對回歸 特別可以這樣說 看到過去一段時間裏面 有一些反對派 特別是提出什麼佔中 衝擊立法會 激起市民對他們那種做法的不滿 因此他們出現出來參加各種慶祝活動 反映了社會的一個大的趨勢 出席儀式的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說 尊重港人遊行集會的權利和自由 但是堅決反對激進違法的活動 又重新中央支持香港60普選 中央政府支持香港依法普選的決心是堅定不移的 誠意也是不容置疑的 這種決心和誠意不會因為某種所謂的全民投票 或者是一種遊行示威的規模 還有任何的改變和動搖 而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等團體 在灣仔修盾球場 舉辦慶回歸嘉獵華 有貪玩遊戲、音樂和武術表演 愛港之星就舉行花車巡遊 由尖沙咀出發 途經灣仔、深水埗、上水等15個地點 中華而來保將來 保衛香港運動就在灣仔擺街站 支持警方抓了假公投和佔中的示威者 好色電視記者 潘迷林 報導